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掉莫克莫苏丹 立小王储为新苏丹 说干就干 走 女巫的话当然不可全信 可也不能不信 根本就不可信 算了 算了 不管斗里是怎么说的 以前你也是不同意撤退到戈吉宁和伊拉克的吗 父亲 我是不同意一味的撤退逃跑 算了 我们不要再为已经争执过一百多次的问题多废唇舌了 今天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 永远记住的话 打仗不是儿戏 苏丹陛下 你今天晚上最好不要离开自己的卫队 为什么 因为有人要杀你 方箭 有人暗杀苏丹陛下 苏丹陛下中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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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着 苏丹默克末昨天晚上已经面朝圣师倒下了 此刻他的灵魂正在天堂的花园里 同仙王一起吃手扒饭 我以国将的身份秉承太后托尔汗的一旨 立小王储为新苏丹 你们 扎兰丁王子还不赶快下马 向新苏丹跪拜 我倒是很愿意向您吩咐的那样做 可是有一个人他不同意 是谁 谁敢说个步子 给我站出来 我的一名士兵被想谋害我的人杀死了 让镇主用愤怒的雷霆 劈开要造反的撒旦的头颅吧 我除外宿大犯罪 父王不能把他们走 他们慌不择路 这别会替我办好这件事的 报告二位将军 城里的百姓根本不理我们的说明 拒绝供给我们任何东西 怎么样 苏不台 打一张 算了 还是追击莫克莫苏丹要紧 开马 的 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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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那还说什么 把他们杀的一个都不剩 停止全进 打下这就是城池 杀光百姓 阴修班 你们干吧 冲啊 冲啊 冲 ああ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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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哲别肃部台攻克杂围城的同时 莫可莫苏丹和他的卫队匆匆逃进了尼沙布尔城 而离开莫可莫苏丹逃走的国相 这时却狭路相逢 遇上了刚刚凯旋的哲别 向太后 母后 女人中德行的典范致敬 严摩尔茉莉将军 你伟大的苏丹为什么不来接我 她不知道太后光临尼沙布尔城 她在干什么 她身体不好 心情同身体一样糟 带我进去见她 西方的世界征服者莫可莫苏丹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而那位东方的世界征服者 虽然也预感到死神的渐渐逼近 然而她壮心不已 虽然很难确定这场东西方的较量之中 这两个首脑人物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占有多少百分比 不过华拉子摩的败王摩可莫苏丹要负有主要责任 这大概是毋庸置疑的吧 都给我滚出去 太后 慢 国难当头 你们这些妖女还在麻痹苏丹的斗志 都给我拉出去 砍了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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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破家王 生死莫测 你还有心思花天酒地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无用的儿子 我是无用 对你说的对 我是花天酒地了 可您让我干了些什么 我干了 安拉抛弃了我 我还能干什么 这边和苏布谭那两个凶臣扼杀般的蒙古人 像索命的恶魔一样对我穷追不舍 我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了 你还能让我怎么骂 你的马刀难道是木头做的吗 你为什么不去抵抗 抵抗我抵抗过 可我的军队遇到蒙古人便一处击溃 安拉 自从我逃过了阿木河这些日子 我几乎每天都在逃兵到每一个地方 没超过三天这边苏布谭就追来了 我的国相们 我的钦察朱寒 他们差点要了我的命 什么 你想讲给我的那些国相和钦察朱寒 他们不帮助我打退蒙古人 反倒涉及谋害我 今天我侥幸不死 可谁知道哪一天会死的 怎么会是这样 不会这样吧 就是这样 已经这样了 花了子蒙完了 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太后 你就和我一起通通宽宽地享受一下 为数不多的最后时光吧 铁木尔米利将军 太后 我们这些富人老小从御龙劫翅到这里 是为了躲避成吉思汗的攻击 可不是为了做折别苏布台的刀下之鬼 苏丹陛下已有了安排 我不管 我不要听这个无能的儿子有什么安排 我现在要你的主意 尼沙布尔城附近的山里有座哈伦古城堡 那里一守南宫 我已经准备了一支军队 护送并负责保卫太后和王后王子们的安全 可是苏丹陛下 我别管他 我都懒得多看他一眼 马上送我回去 你都听到了吧 他骂我无能 我是无能 我是没有什么用了 可我还记得这次给花拉子摩带来毁灭性战争的 他正是他的娘家侄子该死的罪魁祸首海尔汗 依我的意思 把这个屠材害命窃贼和他枪劫的东西送给成吉思汗 就不会有这场战争了 他听吗 他收了海尔汗的一箱珠宝 就把窃贼说成是英雄 把商人说成是间谍 现在蒙古人打来了 国家刑将灭亡了 可是他依靠的那些轻插猪汗 见了蒙古人只会夹着尾巴逃走 一个个的城池都落入了成吉思汗之手 在这无令回天的时候让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在摩克莫苏丹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时候 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 者别和苏布台的两万大军 正向他逼近 苏丹陛下 尊敬的苏丹陛下 您走了 谁来保护我们这些正教徒 谁来保护我们的清丹寺呢 我的子民们你们误会了 我是到城外去打猎 我是不会扔掉这里的正教徒和清真寺的 你们现在就赶紧去加固城墙 加身外豪 等蒙古人来了 我会带领你们保卫尼莎波尔城 把蒙古人消灭在城下的 伟大的宗教保护者苏丹陛下万歇 苏丹陛下万歇 如果说城里的百姓夹过了城墙 决升了欠豪之后 却发现我们已经逃跑了 他们会怎样表达他们的愤慨和失望 逃吧 我们伟大的苏丹 还有没被蒙古人占领的地方可逃呢 到了他再也无处可逃的时候 您期待的决战自然会到来的 蒙古人到了成败了 蒙古人来了 蒙古人来了 蒙古人真的来了吗 苏丹和他的军队逃跑了 他不是说出城打猎 还让我们加固城墙加深谦豪吗 真主啊 他是个骗子 他算什么保护者 他是懦夫胆小鬼 如今苏丹跑了 谁来保护我们 谁来保护我们这些守不村铁的穆斯林 让伟大的真主惩罚这个恶人 我们如果抵抗 他们一定会杀了我们 如果我们投降的话 他们也许会留下我们一条性命 那我们还不如就投降 我们就投降吧 你们倒还算听话 这儿有一份盖有红印的用维吾尔文写的成吉思汗诏书 你来念一念 万能的长生天已将起自日出之地 直到日落之地为止的全部地狱赐给我们大蒙古韩国伟大的成吉思汗凡祥顺者本人及其妻子儿女亲信都可得到赦免 凡不投降的反抗者连同妻子儿女族人进金一起被杀死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 听明白了吗 你回去告诉城里的权贵 叫他们不要煽动如蚂蚁般的百姓 替他们对抗火和水般的蒙古军队 是 你们说 那个叫托尔汗的老妖婆子 跑哪进了 哈伦堡 好 你们愿意带我们去吗 愿意 愿意 太后 太后 什么事儿慌里慌张的 蒙古人 蒙古人怎么了 蒙古人已经包围了城堡了 我的儿子莫克莫苏丹 他为什么不挡住蒙古人 哈伦堡的居民没有蓄水被汗的习惯 今年却几个月没有下雨了 我想城堡里应该快断水了 是吗 依我看 这座城池不用攻了 对 围他几十天他就会不攻自破 听着 把哈伦堡围他个水泄不通 公元1220年6月 摩克莫苏丹同蒙古军遭遇一战即溃 狼狈地逃到了里海 躲到了现在已经路沉的一个叫做隔别斯宽的岛屿上 阿拉请保佑啊 不要抛弃火 阿拉请保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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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快去派人给我找水去 快去 有水 谁敢隐匿不报 给我杀了他 太后 一滴水也找不到了 我才不管那么多 赶快给我找水去 快去 是啊 把水抬出来 叫他们出城喝水 喝水 太后 太后 我们投降吧 再不投降 我们就渴死了 开城投降 太后命令开城投降 我们去喝水 快去喝水 快去喝水 快去喝水啊 把水就在那边啊 快 快去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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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我的 给我拿一口 给我拿 这是我的 给我 不要抢 这是我的 给我 我要抢 太后 太后 水来了 太后 水来了 太后 给我喝点 给我 我来 给我 给我 都给我滚开 你们难道要造反吗 太后 让王妃和王子们先喝 你是土耳汉太后吗 是我 可我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吗 请问 这些妇女和孩子都是苏丹陛下的王妃和王子吗 还有公主 明白了 让王妃和公主们喝个够 王子就不必喝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王子们喝 死了的人是不知道渴的 把他们拖出去给我斩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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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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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吗 为什么不用你那雷电般的利剑劈死这些鬼子手们 我那没用的儿子莫克莫苏丹 你为什么不来保护你的王子们 你躲到哪儿去了 难了 苏丹的病好些了吗 他得的好像是泪膜炎 腹水越积越多 高烧不退 有没有药 恐怕 那就不必告诉他了 让他安安静静的 走进天国的花园吧 又有什么坏消息吗 成吉思汗派他的三个儿子 正向我们的故都御龙劫翅进兵 这倒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还有 哈伦堡实现了 什么 那太后 王妃 公主 还有王子们呢 太后 王妃 公主们做了这别的俘虏 几个小王子都被杀了 真主啊 父亲 父亲 他一定是听了刚才不幸的消息 过分的伤心 我就要死了 父亲 您不要伤心 啊 现死的亲人 在天堂的花园里等着我呢 对后死的亲人 我在天堂的花园里在那里 等着他们 我们一家就要团聚了 我一声征捕和统治过多少辽阔的土地啊 可惜 却没有一寸土地 却没有一寸土地 可以安放我的坟墓 我只好葬在这个小小的荒岛上了 也好 每天都有海淘生给我 做哀怨 每天都有海 父亲 占兰帝 我告诉你 离乌斯拉黑为王储 是太后的意思 我一定尽力辅佐弟弟 啊 乌斯拉黑 不是父亲不疼爱你 可除了占兰帝 没有人可以光复化了子墨 所以 我要礼 占兰帝为苏丹 您放心吧 我一点也不怨恨您 一点也不怨恨哥哥 好了 也没有了新的苏丹 公元一二二零年十二月 摩可墨苏丹结束了他既有光荣 又有耻辱的一生 没有苏丹的遗仗 没有哀怨 甚至没有哭声 因为他们怕惊动了追击他们的蒙古人 最悲惨的 连摩可墨自己也不会想到 他连个棺木都没有 只有黄沙盖脸 不过他总算不在终日担心蒙古马的追击了 他静静的躺在了 后来竟被离海海水吞没了的这个小岛之上 他的后代呢 无论是赞美和诅咒 都找不到他埋葬过的地方 走吧 我们要在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 还没有到达御龙劫持之前赶到那里 御龙劫持的十万兵马和百万民众 使我们战胜蒙古人 光复花拉子摩的希望 我对不起你们 让你们受惊了 华拉子摩的大半国土沦丧了 华拉子摩的大半国土沦丧了 千千万万的人被屠杀了 正教徒正在受难 我在你们面前 我是个罪人哪 我在安拉面前 我也是个罪人 王储殿下到 王储殿下到 王储殿下到他好外甥 告诉舅舅 是不是扎兰钉逼迫你把王储让给他的 不 是先苏丹的临终遗言 是扎兰钉伪造的 是我亲耳听到的 不行 孩子 苏丹的遗言也不行 你是太后亲自立为王储的 莫可莫苏丹私自更改王储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 孩子 你就在这里准备登基 听着你们马上割掉一千勇士 在计较第一遍的时候 偷偷的包围扎兰钉的行攻和卫队 将扎兰钉王子天木尔灭离将军和他们的卫队全部杀死 我一个不留 是 哥哥 什么事 扎兰钉苏丹 沃斯拉黑王子报告说 国舅和清查中韩们正在调集人马要来杀你 弟弟 这是真的吗 他们说傅韩立你为苏丹不合法 所以要杀了你立我为苏丹 可是父亲说过除了你没有人能光复救国 好弟弟 我的好弟弟 苏丹 城里的兵马全是国舅的人 他们要在鸡鸣市动手 我们只有马上离开御龙劫持了 走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如果没有这些守旧的清查诸寒发动的内讧 没有赶走比他的父亲更有胆有识的花拉子摩苏丹扎兰钉 也许在花拉子摩最大的城市之下的这一场战争会有另一种结局吧 巴黎黑城的军民们 我是苏丹扎兰钉 我要对你们讲一个故事 一个像巴黎黑城一样附属的城市 但是存在着一丝幻想 以为敌人会仁慈 在抵抗不了蒙古人进攻的情况下 他们派出了使者 求得了敌人宽恕的许诺 开城投降了 而蒙古人进城之后 便把市民不分贵戒 一律赶出了城外 然后把妇女和男子分开 他们从中挑选了400名工匠 和掠走了部分同男同女 把其余的人全部杀掉 你们要问这件惨事发生在哪里吗 你们想逃出这种悲惨的厄运吗 拿起武器 跟我走 他们从丈夫的怀中夺走了多少的妻子 他们拆散了多少姐妹和兄弟 拿起你们的武器 为了保护正教徒 杀光他们 杀光他们 放下抗争的刀剑 魔鬼也不会变成天使 我等头可断血可流 而完整的花辣子魔 绝不能拱手阻出来给一教徒 杀光临 杀光男 杀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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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汗 好消息 长春真人已经离开了燕京 牵来萨玛尔干了 是吗 好 今天的喜事多 我们好好清和一下 这些是者别宿布台 从以沙布尔送回来的俘虏 年轻的是摩克莫苏丹的妃子和女儿 那位抱着猫的老太太是摩克莫苏丹的母亲 还是韩的姑姑托尔汉太后 大家都坐吧 长虎子 到我这边来坐 大汗 这些人的俘虏也应该赐以座位才对 有这种说法 有 古往近来 王国之君封王封侯者屡见不鲜 那好吧 给托尔汉太后一个座位 托尔汉太后请坐吧 大汉 你看托尔汉太后西上趴的那只猫了吗 猫 那有什么用 又不能剪毛 又不能挤奶的 你看看 那猫的两只眼睛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一只一个颜色 我还不一样 果然不错 怪我 我喜欢 能不能让她把猫给我玩几天 那还不好办 霍尔汉太后 我的忽兰飞看中了你的猫了 你能不能把你的猫送给忽兰飞 不行 这是我的猫 你一个王国的太后还这么威风 是 来人 在 把她的猫给我摔死 是 别大汗 别动那只猫 他是公的还是母的 你没看他怀着小崽子吗 蠢货 好 那等他下了崽子 你能不能给我一只呢 那得看我那时候高兴不高兴 今天是庆功酒会 怎么没有歌声和舞蹈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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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花拉子摩人也是能歌善舞吗 各位王妃公主就请为我的这些劳苦功高的将军们助助九姓吗 怎么样 谁呀 各位王妃公主 怎么 谁也不肯赏脸吗 好一个 没有半唱 他们怎么起舞 来呀 下去 退下 退下 那些人 我会想起来 您的状态 是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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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会想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巴拉雅虎 阿巴拉雅 共杀阿巴拉雅 救救米拉 阿巴拉雅虎 阿巴拉雅虎 明唱了 你找死吗 你不要对老年人吼叫 你自己也会老的 我杀了你 我那个被我亏待了的孙子扎蓝钉会杀了你 拖雷 不要对太后无礼 是 傅罕 太后 我很喜欢你唱的这支歌 也很喜欢他们的舞蹈 奈牙 在 你要好好地安排他们的生活起居 不得怠慢 是 太后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们的国舅在御龙劫持顶住了我三个儿子的进宫 你们的新苏丹扎蓝钉已经号召了八万马步军兵在南方收复已经被我的大将者别肃布台降服过的城市 谢谢你 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 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我一面命令我的三个儿子对敢于抵抗的御龙劫持要无情的打击 另一方面我要亲自出征追尽扎蓝钉 安拉是绝对不会让你成功的 我不得不这样做 宋大涵 请起 中军留守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郭宝玉负责联络 长春真人一到马上派人通知我 好的 这别肃布台派信使来说 前者 黎海以北的钦察部曾经隐匿过您的士丑米尔弃部首领 他们想顺便给予惩罚 让使者烧去我的命令 教训了他们之后 就通过钦察草原从北路直接回蒙古草原 好的 就会给予夫 我再来给予夫 妖狸 我再来给予夫 我再来给予夫